今天早上四点半左右 纽约皇后区Richmond Hill发生一起迟到商人 驾车撞人逃逸的恶性事件 导致一死七伤的悲剧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起案件的案发地点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警方已经将案件的70点127街 Jal Liberty Avenue到129街Jal Liberty Avenue中间的三个路段 全部进行了封锁 那么我们也在现场的地面上 看到了很多散落在地面上的物证 包括一些当事人的鞋子 还有一些被撞击下来的一些碎片和残片 都仍然掉落在地板上 那么警察呢现在也还是在现场进行着进一步的调查 事件发生在皇后区自由大道交127街路口 嫌犯因车位纠纷与他人发生口角 随后发展为迟到斗殴 那么刚刚现场的记者会上呢 纽约市警也已经宣布这起案件 并不是恐怖袭击案件 但是关于案件的更多细节 他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刚刚我们也在现场 询问了附近的一些居民 他们也告诉我们呢 其实这起案件的发生 他们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恐慌 因为此前这个社区 一直都是一个较为安全的社区 嫌犯在驾车撞人后逃离了现场 但至凌晨5点左右 出现在亚美加医院治疗割裂伤 并被警方收押 那么在这起案件中 目前已经有7人受伤 一人死亡 那么死亡的人呢 是一名非20岁的非裔男性 那么他目前已经宣布不知身亡 那么其他有两名在 持刀伤人中受伤的受害者 为两名男性 其中一人是腹部受伤 而另一人是手部受伤 目前都已经被送进附近的 哲美凯医院 那么我们今天还在现场看到了 很多散落在地面上的物证 可以看到在我现在身后 大概有超过了13个物证 现在仍然散落在地面上 那么以上就是 我能在现场发挥的全部报道